诶 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一切正常 谢谢你来陪我复查 跟我说什么谢谢啊 让我看一下你那臂朝照片 我还没看过呢 你这孩子长得挺像个梨啊 你看他还握着拳头呢 刚刚医生说他已经长出指甲了 而且他现在还会打嗝呢 这么神奇啊 但你这样子完全不像啊 根本看不出来怀孕的样子 可能是我平时穿得比较宽松吧 你看这个 离这个伴这块应该就是 他的腿是吧 头围一百二十一 你怀孕了 是 是 是不是我 是 我的孩子 你说什么 没听清吗 我再说一遍 是我的孩子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你不是早就知道我们俩同居了吗 好不容易陪你出来一趟啊 开心点啊 干嘛带着这副苦瓜里啊 鼻子还疼吗 不疼 对了 你上次送的那个平安所 我就当给我孩子的金门礼啊 谢谢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以后 我叫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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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是不是小离不肯回来啊 没事 慢慢来啊 你别说小离这孩子吧 性格挺好的 但是主意挺正的 你说你这次回来那么匆忙 我还准备了好多东西 叫你带到重庆去呢 下次得提早告诉妈 妈多准备点东西给她 妈 我不会再去重庆了 最近公司很忙啊 没事 我叫一鸣送去 妈 她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姓陆的吧 我听童童啊早就说过了 她跟那个姓陆的 完全不像是情侣 他们肯定是演戏给你看 不是演戏 是真的 她已经有了自己新的生活 我不能再去打扰她了 对不起妈 哎 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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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婆 我这脖子好像又 好像又落枕了 特别疼 你给我按一下吧 啊 老婆 哎 怎么了这是 跟我说说怎么了 老公 哎 我儿媳妇 我到时候的儿媳妇就飞了 哦好好好 别着急别着急 你慢慢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我在呢 我来替你想办法 老公 你把我儿媳妇给找回来好不好 好好好好的 我完了妈 别搞定了 这位嫂子彻底回不来了 这位嫂子 妈 别哭啊 别哭